9合1選舉影響民眾生活的20件事 今天要來談的是地方派系的影響力 台中市 嘉義市跟雲林縣都面臨派系整合 到底地方派系有示威的現象嗎 再跟專家討論前先來看這則報導 搶救相對較弱的原本台中縣區域選票 胡志強身邊站的都是原本台中縣的派系大佬 紅派料料以林敏林 黑派言清標 黃仲生 郭榮鎮 胡志強要證明派系整合成功 台中官會贏啦 台中官都其實你說 黑洪派大團結這個沒什麼問題嘛 嘉隆同事 其實選舉過程一度還有黑派人士 跟民進黨台中市長候選人林嘉隆見面 讓黑派領袖顏清標出面喊話 絕沒有倒戈 什麼人不接飯我們都沒有意見 但是不要打這個旗號 黨派放兩邊 人民能夠擺在中間 台中派系動員能對胡志強 林嘉隆選情 造成多少影響還有待觀察 同樣選情緊繃也被認為 最後要仰賴派系勢力的還有雲林 國民黨雲林縣長候選人張立善 哥哥就是前縣長張榮衛 這回張家權力一搏 整合本身農會系統 加上前立委張舟文父親 張徽元的水利會系統 要跟現任民進黨籍縣長蘇智芬 屬意的接班人 民進黨雲林縣長候選人李靖勇 一較高下 雲林縣有台灣現在僅存的 最龐大的一個家族政治的派系 他們的這個地方的關係 可以說是盤根錯節 他們能夠掌握的資源 可以說是用之不盡取之不決 所以他的確是一個 非常難以對付的這個對手 我其實沒有什麼派系自分 只要是對的人做對的事 我絕對是可以廣納百川 只是隨著時間大環境的變化 張榮衛這位派系掌門人 還能夠呼風喚雨 含水截動嗎 地方派系能發揮多少效果 選舉結果見分曉 UDN TV 蔡炳如謝麗文 鄭國寮 派系能發揮多少效果 每到選舉大家都會說派系 但真的很管用嗎 這幾年來哪些縣市派系 還是能掌握絕對選票 王老師 你的看法是 我覺得派系當然跟過去相比 已經不太能夠像以前一樣 含水會截動 然後他們就能夠決定誰當選 但是在許多的 台灣的中南部的縣市 地方派系他仍然能夠掌握部分的選票 而如果在藍綠雙方非常接近的時候 就算能夠掌握5% 10%的選票的動員能力 基本上也是可以造成非常關鍵性的影響力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像台中市 上一次胡志強顯赦 主要就是因為原來在台中縣的 紅黑兩派並沒有權力的挺胡 而這一次的話 據說整合的比過去好 也讓胡志強目前在原來台中縣的 一個選情的話算是比上次來的好一些 但是在台中市本身原來台中市的話 因為胡志強本身能夠掌握的選票 以及派系的影響力相對比較弱 所以使得台中市這一次 胡志強可能比較面臨大的苦戰 老師看完這個專家說法 當然也要看網友的說法 我們來看看網友他們覺得說 對這一次台中的地方派系整合 現在可能雙方都站出來要 紅黑要替胡志強來站台 但是有網友就留言他說 如果胡志強完成派系整合的話 林佳龍是不是就GG了網友的說法 網友的用語 還有他說地方派系是50歲以上 中年人在玩的 吸引的族群也是50歲的人 所以有這樣一刀切的說法嗎 我覺得地方派系本身 它之所以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響力 其實是靠著長期的人際關係網絡的動員 而這個東西的話 當然對於年紀比較大的人是更有用的 但是也並不是說年輕人 完全不受派系影響 這個還是會牽涉到一些 所謂的關係網絡本身 那麼而我剛才所說的 在台中市的話 這一次原來的台中縣 地方派系整合的的確是比較好一些 但是是不是就證明說 李佳龍一定沒有勝算 當然這未必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 在原來台中市的話 比較不受地方派系的影響 外來人口比較多 年紀比較輕的族群 仍然占了大部分 而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那麼反而使得地方派系就難以發揮 所以我們跟上一次相比的話 可能這次胡志強 上一次的話是在台中縣小輸 在台中市小營 而這次可能正好倒過來 因為台中縣的地方派系整合的比較好 使得胡志強在台中縣 那麼足以能夠跟林佳龍一搏 反而是在台中市 胡志強可能就需要靠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最近台中歌劇院的這個推出等等 BRT的這個政策的施行等等 來吸引不是被派系 所能夠左右的台中市的一些年輕族群 那當然這方面是不是能夠成功 就會決定了雙方最後一種勝負 老師那你也是台中人 那長期研究這個地方派系 但是基本上對底下的裝腳系統 卻是採取比較放任的態度 所以能夠讓蘇嘉全 對 那麼但是裝腳抓得沒有那麼緊 蘇嘉全事實上是可以穿透到 最基層的一個台中縣的一個派系的網絡裡面 而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我的了解是台中縣的紅黑 這次當然是比上次來就是緊的非常多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這次在台中縣的話 胡志強的選情應該比上次來得好 但是比較弱的地方還是在台中市 老師可是這個派系出來相挺 他也要有他的這個利害關係 到底他需要拿到什麼東西 胡志強要用什麼來交換嗎 我想這方面當然有許許多多的 包含了政治的利益 包含了經濟的利益 包含了甚至所謂的象徵的利益 都在裡面 而這次我們也可以發現 在人事的布局上那各方面的話 事實上胡志強做了相當大的一個努力 而派系本身當然也是所謂的存亡此函 他們也知道 如果說胡志強真的不能夠連任 那麼真的是有民進黨上台的話 他們過去說可能很多的 一些重要的一些特殊的經濟利益 也可能會受到很大的一些影響 老師那講到這個派系 除了台中之外 也不能不講這個雲林 雲林這次好像變成代理人之爭 那你怎麼看 雲林其實是個蠻有趣的地方 就是雲林縣的話 其實過去曾經出現過許多的派系 林派 廖派 福派 許派等等 但是有一種很有趣的說法 就是說事實上的雲林 誰擔任縣長 誰就是最大的派系 雲林只有縣長派 也就是說他當了縣長之後 所有的資源的整合 都是在縣長身上 那麼過去張榮衛如此 現在的這個縣長也是如此 當然以目前來看的話 等於說是老縣長跟新縣長之爭 那麼一個是他的妹妹 一個是他指定接班人 但是這一次我們可以了解 張榮衛到底跟十年前已經不太一樣了 他的農會 他的水利會的系統的整合 已經不可能跟十幾年前一樣 所以當然現在張榮衛在雲林縣 也不是就完全能夠呼風壞雨 能夠含水結凍 當然這個 這一方面的話會使得 跟過去相比的話會受到一些困難 但是無論如何的話 他們在基層的動員能力 還是非常非常強 並且雲林縣的話 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在所有做民調裡面 最難測的就是雲林縣 每次到了選舉之前 都還有四成左右的選民是未表態的 所以往往在最後的情況之下 會怎麼樣的情況 往往會出人意表 所以雲林縣本身是一個派系本身的競竹 然後誰掌握了縣長 誰掌握了政治資源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縣市 值得觀察 老師那你說 就你看雲林之前本來就是比較難掌握 那現在就是說 前縣長的優勢 反而比較沒有抓這麼緊 那目前如果說真的這個綠地變藍天 真的很難嗎 我覺得相當的困難 那麼基本上雲林 民進黨本身 自從他執政之後 其實這8年來 在雲林縣經營的蠻好的 對於地方的掌握 也不比國民黨 所謂的傳統地方派系來的差 你也可以把民進黨 本身的一種動員體系 視為一種派系 所以基本上 目前的話 等於就是我們所說的老縣長 跟現任縣長 兩大派系的一個PK站 那麼 國民黨的派系 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強了 已經有下降的趨勢 而民進黨正在興起 所以在雲林縣本身的話 我覺得雙方的實力是蠻接近的 老師那有人還是會把這個派系 跟黑金有一點掛上等號 那就你來看 他們要怎麼動員撒錢嗎 其實台灣的地方派系在早期 都是傳統的所謂士生政治 能夠出來參選的 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聲望 大概一直到了民國80年 90年代以後 逐漸逐漸的地方派系 因為股市 房市的狂飆興起之後 才逐漸的跟所謂的黑金 畫上等號 那麼目前我們所看到的話 那麼的確因為大量的 所謂黑金的引入之後 的確使得競選過程裡面 錢越花越多 等於說經濟的資源 變成一種選舉過程裡面 一種不可能缺乏的一個東西 那麼也帶動了整個台灣的競選風氣 這方面一直不是很好 而另外一方面所謂的黑 也就是所謂的黑 也就是具有黑道前科背景的在台灣 其實過去的一二十年來 也非常非常嚴重 那麼當然最近因為一些法律的制定 一些反黑條款的制定 使得所謂黑的因素有一些下降 但是還是不能夠完全的杜絕 所以目前在台灣的話 才逐漸的使得我們所謂的派系政治 跟所謂的黑金政治畫上等號 當然這東西還是有賴於民眾 最後的一個覺醒 民眾本身是不是願意真的唾棄 所謂的黑金候選人 我覺得還是最主要的關鍵 因為在很多地方上所謂的黑金 並不是說他一定犯過罪的 才叫做黑道 那麼而在地方上的話 其實民眾也都知道 誰是跟所謂的黑金之間 有比較深的瓜葛 而民眾真的能夠把握手中神聖的一票 我覺得還是真正脫離黑金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老師你剛提到這個 這個能不能畫上等號 這是在這個嘉義很有趣 就是到底這個國民黨的陳以珍 是不是跟馬總統畫上等號 那昨天他好像有人在躲馬總統 這種人來看呢 這個目前的選戰打到這樣子 到底他應該怎麼走呢 跟馬總統中間的關聯性 嘉義市本身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狀況 那麼在過去這些 這四年來 那麼嘉義市是國民黨所執政的縣市 那麼而他的議會也是國民黨最大的 他的議長也是由國民黨擔任 可是過去的嘉義市的符合關係 是處得非常非常不好的 那嘉義市目前當然在許家斑過去之後 目前來說嘉義市其實最大的 所謂的派系的話 就是所謂議長派跟非議長派 雖然他們都是國民黨 但是處得並不是非常非常融洽 而這次陳以珍出來 除了他們自己陳家原本的所謂的影響力之外的話 基本上那麼他個人的形象 他的這一陣子的所謂基層 琴跑基層的情況 當然也動員了非常多的一些選票出來 但是在嘉義市本身的話 基本上藍綠之間的版圖 並不是非常固定的 比如說黃敏慧 他兩次贏得了嘉義市市長 但是上次總統大選 那麼國民黨卻是輸給了民進黨 所以很難說藍綠板塊到底有多大 主要還是候選人個人的形象 那麼他地方服務的一些狀態等等 而這點當然陳以珍做的是不錯的 所以這次來看的話 在嘉義市本身的話 陳以珍那麼本身的競選 我們可以發現他的對手 時常都是以希望把他跟馬英九 劃成等號來希望降低 他的一個可能的支持度 當然他是不希望在這方面 有太多的牽涉 所以說在嘉義市本身的話 他希望跟國民黨之間 維持一個既定的關係 而能夠靠著他自己的勤跑基層 而能夠脫穎而出 當然對於另外一方面而言 對於民進黨他在嘉義市有贏過 有輸過 當然因為目前的突刑者本身 他的個人形象上 也不是特別的突出 使得嘉義市這一戰的話 也使得雙方競爭得非常非常激烈 老師說他這個形象很好 那這樣之前是前主播嘛 那這樣請跑基層 可是呢 蕭嘉班退選對他來講是加分嗎 加分多少 我覺得蕭嘉班這一次呢 我們剛才說過其實蕭嘉班的議長 在過去的話跟國民黨籍的市長 雖然都是同屬於國民黨籍 處得並不好 而蕭嘉班這次本來也有 退出人選要在嘉義市來挑戰陳以珍 那最後雖然宣布退出 但是我相信蕭嘉班本身 那麼他在議會的系統裡面 還是有他一定的影響力 所以如果蕭嘉班真的願意 來全力的挺國民黨的陳以珍的話 我相信對於陳以珍而言 當然是加分的 好看起來這個陳以珍呢 目前狀況還不錯 可能應該還有加分的這個餘地 那稍後記者關心明天 有哪些重要的選舉行程 老師那能不能最後再問你一個小問題 就是你看這個六度當中呢 這個藍跟綠比例是多少 目前來看的話 我相信這次選舉的話 可能跟上次會不太一樣 這次的話可能綠軍目前是比較佔優勢 當然你看台北要算在哪個地方 那目前來說的話 可能藍軍還是面臨苦戰的一種局面 好的非常謝謝老師 那明天會繼續帶您關心最新的選情 每天我們都會有交點話題 希望跟所有的觀眾一起來互動 也請您透過UdnTV的臉書粉絲團 留下您的看法跟提問 非常謝謝這個台大政治系的王教授 王老師感謝你來 我是佩玲 感謝你的收看 我連圈的角色 謝謝你 我記得雞蛋 謝謝栗粉絲